嘉义在昨天上午出现了短时强降雨 嘉义县新港乡 单日雨量破300毫米 店家全都泡在水中 隔一天来到店家一看 才发现说自己的冰箱跟食材 通通被水泡到坏掉 真的是非常的无奈 另外就是嘉义县农会 旁边的池塘当时是直接被灭顶 所以里头有上百条的鱼 全部都游了出来 就怕这些鱼游进了排水沟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农会人员今天是赶快的来捞鱼 嘉义县农会总干事拿着鱼网 在路边捞起一只活跳跳的鲤鱼 下面还有一只小的 两只小的 它都都跑回去了 国家门前有小河成了真实写照 只是这小河是大雨淹起的路面 而原本在农会池塘里悠闲自在游的鱼儿 因为池塘被灭顶全游了出来 这里好多哦 看 哪里 那就是人 他们刚刚就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就怕鱼儿一去不复返 农会搬出鱼网 能捞回几条是几条 食堂里面呢 长期呢 养了近百条的鱼 那满潮之后全部都游出来了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画面 就是鱼儿鱼儿水中游 不只嘉义市 二号大雨沉灾 灾情最惨重的新港奉天工商鲜 一岛水退去后 店家忙着收拾善后 10米都都没睡了 所以我们准备 今天来不都要聊我 冰箱派的东西就是都要 拿起抹布清理摊位上的积水 风雨肆虐 店家整晚睡不着 隔天一来冰箱和食材统统泡汤 看在眼里 碰在心里 从来没想要补助我 鱼儿不要每次水里边就好了 店家雨气充满无奈 因为这里每逢强降雨就容易淹水 只希望排水问题能尽快改善 让雨不再成为他们的噩梦 记者蔡闯吴嘉义报道